好 冬奧二十三號就要開幕了 今年代表臺灣的中華隊在射箭的項目 取得了三男三女滿額的門票 總教練林正賢預估 除了團體賽和個人賽之外 新增設的混合團體賽 又有奪牌的機會 但他也坦言最大勁敵是南韓 但今年國際賽 我國選手多次打敗南韓 已經一甩孔韓症 而女子團體包括了雷千瑩 林佳恩還有譚雅婷的組合 是三人繼二零一二年 倫敦奧運再度攜手 相隔九年 他們也表示希望能夠挑戰 當時沒有達成的目標 中華射箭代表隊積極備戰 鎖定東奧索西 本屆拿到滿額六張門票 其中女子團體代表 用雷千瑩 林佳恩 韓雅婷出征 三人在二零一二年 倫敦奧運曾經組合稱戰 當時鯊魚而歸 經過九年成長 三個人再度合體 想把默契都更上一層樓 雷千瑩 臺雅婷兩人在上一屆 禮約奧運搭上領事家 曾經幫臺灣社會一面同儕 尤其兩人今年第三度扣關奧運 帶著射箭的三大重點 穩定 專注語氣突襲 不僅希望能超越上屆成績 比完冬奧最要退役的 坦雅婷更希望用獎牌 替選手生涯完美謝幕 而臺灣選手射箭在奧運表現一直不俗 但始終跟金牌無緣 總教練林正賢不會言最大勁敵是南韓 但選手已經甩開南韓障礙 而今年的射箭男團由湯志軍 魏君恆 鄧宇成出征 今年才二十歲的湯志軍 是中華射箭隊年紀最小的成員 同時還是雷牽引的學生 在混合團體賽 有機會以師徒組合踏上奧運殿堂 中華射箭隊是奧運重要的獎牌庫 對時累積一贏兩通 本屆東奧射箭項目從開幕是二十三號當天一直比到七月三十一號 希望能破對史紀錄把金牌帶回臺灣 華時新聞 這邊翁前晃 臺北報導